初拍回向拜师学习制作牛肉丸 这老字号是全家总动员 陈先生则负责牛肉丸的生产工作 每天起早摸黑就要开工 真不简单 为什么会想到就是要卖牛肉面呢 我们年轻的时候是我祖父那一代 他曾经有卖过牛肉丸 79年过后就是新加坡的政府 把载牛厂给关闭了 从此新加坡的黄牛就无法再新鲜供应了 也只能买那些冰冻的牛肉过来 每个人都开始用手工来拿冰冻牛肉来打 无法把牛肉丸打到它变僵 所以全部都一一失败收场 从80年代开始到 就没有牛肉丸 真的吗 整整15年没有牛肉丸 空窗期15年啊 95年我就跟我的父亲就回去中国大补 就开始看到为什么客家大补线有牛肉丸在卖 原来这15年里面一般他们都是用机器来打牛肉丸 我也从那里学习了一个月 就把打牛肉丸的那些高手那些老师傅们来到新加坡教我怎么打 这个是一门手艺啊 也就很好工夫啊 我有一个东西很好奇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你那么执着啊 因为牛肉丸它本身是代表我们客家人的一种文化 而且是那么的好吃又新鲜 为什么我流失了15年的东西 我就是把它带回新加坡给大家吃 其实卖这个牛肉丸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就是要以速度来把那个冰冻牛肉 把它的蛋白质给打出来 然后变成姜 然后再能以搓捏的手法把它捏成牛肉丸 然后才会爽口才会劲爆这样 我这样看他这样要出腾姜然后捏爆 我要捏 所以应该去试一下 有机会试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为了确保牛肉丸的品质 老板只选用澳洲进口的牛腿肉来制作 而且最好是年龄介于二至三岁的牛吃的嫩肉 这样搅拌起来就更容易了 这就是碎牛肉 第一个步骤要干嘛 第一个步骤就是拌一点盐 然后轻轻淡淡的调一点薯粉 然后再放一点姿势蛋的一点水 然后就开始这样吹 把它变成姜为主 这个就是老一辈的人的打法 平均你觉得这样打的话 要打多久才会变成这样 两个钟头 好 来 这会我们叫Michelle试一下她的功力怎么样 好 我跟她老板讲 哎呀 黏住的 给它比较均匀一点嘛 要均匀 就是这样给它搓了 这样 真的要吹两个小时吗 没有 我跟你讲 现在应该比较先进了 对不对 老板 现在已经开始用那个机器来打浆 两分钟就行了 那早不说 这个不打了 我们拿那些打好的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重点是要学如何捏 哇 颜色很不一样 打到它黏黏的 然后就可以开始搓 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 捏的时候要有什么窍门吗 就是要快咯 如果不够快来说 等一下它的蛋白质就跑掉了 那个水分就不够了 就那个嚼劲就比较差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啊 好啊 试过才知道辛苦真的 那个量要拿够 要拿够 为什么你要捏这么多次呢 因为那个肉才会扎实 捏久了就懂了 啊 帮你刮 刮 你不要 你不要那么快刮 就说准备好了可以刮 刮 对 差不多了 你看 其实OK了 我可以卖牛肉丸了 对 真的 以后如果真的赶工的话 你可以找他 其实坦白说 如果手工捏跟机器捏出来 有差别吗 有 有差别 机器的会比较均匀一点 它的肉也比较扎实 捏久了 手工有时那个力道不够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够爽口了 好 其实经过我们这个老板 这样示范一下 我真的觉得 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东西 我们的强项是别的 我们是吃 对 我们的强项是吃 老板麻烦你准备一些好吃的出来 我给你慢慢捏 然后我们去外面做 OK OK 加油 这里的牛肉丸每天新鲜出炉 汤头则选用新鲜肉骨熬成 简单却能吃出感觉 老板也接卖其他客家美食 这一单两字号呢 除了自制牛肉丸之外呢 他们也做一些非常经典的客家小吃相 酸盘子还有酿豆腐 我们可以吃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来看东西 一定要先专攻这个 OK 而且你看 它有特制的这个辣椒 OK 就为了要配合它 真的 先闻一下 果然很新鲜 材料非常新鲜 而且呢 没有那个牛肉的腥味 非常Q 我喜欢 它的嚼劲真的很好 你咬了之后它还会反弹一下 哇 真的很爽口 好 现在要试这个 蒜盘子骗不了我 我妈是客家人 OK 从小我就吃蒜盘子 真的啊 外面是软软的 可是里面那种是很Q的 对 而且味道不会觉得很腻 它不会太油 我真的 吃这牛肉丸就三十多年了 我真的八十多岁了 我一个月来一次 有空就来一次 因为那个牛肉丸很有弹性 很爽口 你吃起来很有饱足感 它是非常好吃 鲜肉有没有油 客家传统的味道 很好吃 要在现代的社会生存下来 确实不容易 老板却依然坚持食物的品质和要求 提供正宗美味的客家牛肉丸 和其他传统美食 让顾客大饱口福 加油 老字号 好 好 好